您好 欢迎收看9月13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路易慧 国军汉光37号演集13号正式展开 第一天重头戏是三军各部队演练战力保存科目 一早幻象2000战机就从新竹基地起飞 挂载着俗称法国面包的电子情报 征搜夹昌飞底花莲 首度降落在加山基地 一大清早我国战机幻象2000划破天际 从新竹基地起飞准备前往东部 替我国本年度五天四夜的汉光演习拉开序幕 立陶空军花莲加山基地陆续有各式战机降落 国军发布电光操演军令 首先模拟西部各机场被敌导弹炸毁 各式战机转场花冬进行保存战力及部署支援 新竹基地幻象2000加义基地的F16V战机 屏东基地的E2K空中预警机及P3C反潜机 都会飞到东部进行战力保存 而新竹嘉义的作战空隙 则由台中台南的IDF战机进驻 持续捍卫台湾的空防战力 为了保持后续地面的部队跟设施 都会立刻离开驻地 到它的原先可能有些可能是预定的阵地 但有些可能不是 就是进行战力的隐藏跟保存 对它可能不一而足 就是可能依赖各种地形地物 战机一方的过程也被捕捉到 罕见画面换向2000挂载的电站夹舱首度 降落加山空军基地 征搜夹舱长4.1公尺 重400公斤长条形外观又被称为法国面包 暂时能侦查中国沿海防空阵地 以及共机的雷达参数 电子侦查用的夹舱 它主要是用来接受一些相关的 这些电子参数跟讯号 那作为这个未来分析的参考 电站的侦查 这个未来的指挥管制等等 或是电子的反制等等 这些电子参数其实都相当有用 13号一早进驻台东的幻象2000 紧急升空拦截传出疑似共军 又来入侵我西南空域 刺探我军的操演内容 共机绕台成了常态化 我军强化战备演练 抵御对岸威胁 记者吴永安六位红采访报道